习近平统南非总统拉玛福萨举行会谈促进专国家坚持多边主义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24日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布里托瑞尔额统南非总统拉玛福萨CEO莱姆佛瑟举行会谈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将在约翰内斯堡举行 习近平指出要共同把握好金砖合作大方向不断巩固战略伙伴关系 发出坚持多边主义的向量声音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当地时间24日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统南非总统拉玛福萨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南非建交20年来双方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建立起真诚友好的同志家兄弟关系 习近平就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双方要加强高层往来增进政治互信 相互支持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第二双方要加强在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合作 对接发展战略深化新经济领域和新兴业交流合作 第三双方要早日落实就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文化和教育交流等达成的共识 第四双方要加强安全执法合作 中方愿统南方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合作 第五双方要密切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气候变化 基础四国等多边框架内协作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将在约翰内斯堡举行 习近平指出要共同把握好金砖合作大方向 不断巩固战略伙伴关系 发出坚持多边主义的向量声音 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拉马福萨表示 南非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 取得积极进展 密切同中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中的沟通和协调 反对单边主义 加强多边主义 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